原来大家讲到很多的问题 就像我被价格差于是20块 各位想讲我今天运营车 我如果挺车子的话 我今天赚多少 10块钱都赚不到 如果在货手 我们没有赚到钱 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说 希望酒厂把这个价格 做两种的规定 价格差一大大 酒厂在它成本上为例 至少说要跟经销商 50块一瓶的利润 这个一定要有这样的差 价格差异 另外一点就是说 既然有价格差异的话 我们另外又定义一种 刚才大家讨论过说 在我们外面9号 大家都可以拿得到 对不对 既然大家都可以拿到 我认为说这部分就说 要酒厂要做管制 另外我们国务机关 更要以身作折 不要说我们客人来了 大家哎呀 到县政府 县政府我今天就速成高 原尊啊就速门 那我们厂家做什么 我们厂家要喝西北方 对不对 最主要关完客吧 酒厂可以速 公务机关可以速 但是我希望如果说 是只有品牌在那边 洗脚的酒 你不要速门 要他们去厂家去买 你送一段一小瓶 跟纪念性式的东西 给买瓶 现在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到 市面上去买了 另外就是说 你每年配售 那是你销售的业绩 不管你制度 客制呢还是怎样 客制就 你没有到一定的业绩 你只能到价格 做两种差骨 公平 一年卖到一百箱了 一年卖到五箱了 你想这个价格 要不要做差别 一定要做个差别 这样子我想也不会得罪 得罪所有技能 如果他认为说要好 我卖到一百箱 主要的价钱给他 我想 我讲的重点就是这两点 喜欢说 对我们金融商 大家真的有所利论 不然有能力 卖到台湾 还要配送 特殊数据 赚个二十块 我说你赚十万 真的是把马祖 大家是金融商把马祖 就是说那么卖艺人 去做这个 卖这个酒 就得到的是什么 酒厂本身的管理制度 也产生很多全失的 我想最主要是 酒厂本身的问题 议员也知询过那么多 我也看过 但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注意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做了特 纪念酒部分 纪念酒部分 上次百年如影 你未评议员也知询过 百年如影酒 本来就应该给经销商 投利给经销商 这就是策略预约 就是行销的策略 我如何操作酒 我这个只有一百瓶 或者三百瓶 我今天就过给经销商 我家有价格 我不用销他一万块 外面两万块 人家不委屈 卖易销售 当你有你平常的自由 你买两段销售的时候 你自然他们会很耐力的去销售 你每年必须有一两款纪念酒 比如毛主娘娘一样一样 因为这种方法就去激励经销商 不能说个别的 上次我听到 台湾说 是说我们百年为主 大部分是采明 采明夏业在这边 我一样的厂的 以前是卖我们毛主 卖什么酒 我是觉得 哎 哪家小弟就跟哪家这样 不太对了 对不对 大家都要 另外的酒厂里面很多开的 就是说所谓的发票 我自己卖了 卖给自己酒厂了 其实 比如酒厂要素 但是那个应该有个 有个就不一话 不能说我自己酒厂 卖给自己酒厂 这部分我想你们可以 做个限制 酒厂当然也要素领 我认为素领部分尽量朝下 专门的酒厂纪念 这样子对地区才有所照顾 人家来的都说 我以为去南丘 不一定各个红武机关 全都放到全部红武机关 现在老主经销上卖这些酒 根本没地的 大家也都晓得 我想你们大家注意 各个大部分都要招待酒 每次来 招待招待 我本身要见你餐厅 我问你一下 人家在外面哪去来 五百八 你到餐厅要不要吃了啊 你如果不接他呢 他就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恶行凶狂 对马主没有反处 你家人要插大了以后 他也会觉得 哎呀我好 在外面 只差二三十块 我干嘛要从外面带进来 到酒店里面去 我到餐厅里面去了 我想这个是 价格策略就是说 要做一个调整 那就是说 尽量配酒 我是以 地区经销商这些啊 它的液体 然后配送纪念酒 因为纪念酒是一种操作方式 可以增加知名度 量比较多 哦 哦 班子做百年炉也是做得蛮好啊 结果后面呢 问题被救出了 哦 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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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島的散災 那是他們親生 你怎麼知道 這也是一個 P-83拿著台灣的 一個專輯做我們馬九的 給你們的生意 我今天說就是延續那個 經銷的問題 今年的經銷 因為你們酒廠 沒有幫我們幹成經銷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 比加 像突入最大的 全都國民國最大的 突入就是那個 田邊社 今天我們和請警官一起去 去那個 去經銷 也沒議 因為你 他經銷單 好像要 你們酒廠證實 我是你經銷單 才能去議價 現在都是 隨便議 隨便議那個價格 我跟警官 你要去議議 那個價格 根本沒辦法 因為經銷單 等於說 變成沒有是很大的 很大的 因為今天 本來說我預期 要去 那個 全聯社行為 可是 家也沒辦法 你酒廠要持人物說 我是你的經銷單 才有辦法去議價 要不然 你這樣 第一個團結進去就沒有了 那軍工價 我會跟你做好幾天 最後 軍工價去也沒做 別停了 然後就軍工價 還有一個佛校 特地和他的 馬祖歌團 跟你們 直接要 要去 你們也沒去 也沒做 所以說 你這個 這個卡是一樣 沒有卡進去 沒辦法 第一關 你就一直展 行銷行銷 第一關 我們就讓 有興趣 展行銷 你消不進去 第一關 就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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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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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這個 好 我們得乾淨 台灣很老闆 往哪走 他運氣非常好 台灣的馬祖都有 謝謝 那個議長您好 吳議長 各位議員 關於這個 酒廠這個 我們賣這個酒是 我們是希望能夠 把馬祖的酒 能夠盡量的賣出去 那現在的酒廠是 最好我們是 少賣一下的酒 那這個制度 就不行了 賣得多 像我們賣得多 我們賣得多 我們賣得多 對不對 沒錯 一瓶酒給我們的利率 幾乎說等於等於 對不對 大概一瓶酒 平均大概四塊錢的利率 當我們的酒運到台灣去 在之前的 前幾任的董事長在的時候 就是我們消台灣的酒 它的運費是 完全是由酒廠吸收 那我們現在運到台灣的酒 這個 現在新的董事長上任了以後 所有的運費 都要我們自己 自己吸收 你這樣子等於說是說 加重我們的 這個經銷商的成本 假如說不曉得 酒廠這邊是如何 這個方向是如何的走 那比方說 剛才我們前輩也 也都談過了 就是說我們 你買一箱的酒 跟買五百箱的酒 你跟買兩千箱的酒 三千箱的酒 它的價格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樣 那你們 我們台灣 台灣我們那邊還有 古廣的 對不對 還有水電店 對不對 我們還有這個 就是 人事的費用 那等於說 我們這樣子 根本沒辦法 去消你的酒 對不對 我們假如說 現在目前 我們還是靠你拿賭酒廠 我們這個 台灣的經銷商 早就垮掉了 對不對 那我們白玉董事長 就是我們 徐董事長這樣 他說你 賣一個酒 你只要有 十塊錢的利潤就好 那我們 我們比如說 他是 快去出身 那我們這樣子 怎麼去經營 那我們希望說 你酒廠 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制度 就是說 你買多少 就是打多少折 就是要一點回扣 給我們這個 經銷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好 那 後面 這邊我們先請下 我們這個 好了 各位準備一下 請下我們那個 林平佑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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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 各位議長 各位議員 還有我們各位在座的會賓 那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 顧問 這個 沙老廷 不講幾句話 也做參考 這樣說的過去 那首先 我覺得很欣慰的就是 我還是要回到這個主題上 好 主題 極善有的部分 因為再度的也有 除了台政局 林平常 還有 郭州經理跟我們 陳經理都在 那我想 基本上大概我的議長 也是不忍心苛責 因為他們才上任 好像沒有 有解 那 產銷的問題 是老問題 從一直上去 政府遇到現在 那麼目前 我看來 我略發了一下 提供的資料 大概從去年 到今年的 還有一個 每一次的一個 統計資料 包含5月1號的公司 組織化等等 那表示酒廠有在改變 但是議會這邊 非常關心 也都代表人民關心 說 一再的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否認 這是一個 我們生產發揮最大的 金金母 所以每一位議員 或多或少 都對這個 酒廠有很多的 建議跟質詢 無非是希望 我們這支金金母 不是停留在 目前一兩億的產能階段 那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酒廠能夠 依照剛才 總經理剛才的初孤 這不是細孤 精細的細孤 就是說 東也是四五萬公斤 再一年的產量 那南端酒廠大概到四五十萬公斤到 可能最高紀錄可以到八十萬公斤 這是如果依照目前這種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的產能是還可以提升的 基本上還可以提升的 那我在這裡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酒廠可以 能不能在現有的這些重要的 我們局長啊 跟這個 跟這個酒廠的總經理 跟相關的重要的要員 能不能夠 可以具體的 我們可以評估 我們可能今年已經到了 年尾了 明年我可以不可以 能夠提升到八十萬公斤 比方我這樣講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的速度部分一定增加很多 這是我是指說現有的 我們的設施 我們現在的設施跟能力 那第二點我要說明產能的部分 就從這樣子的狀況來看 可能我們目前沒有任何擴廠的措施 那這個擴廠的措施 從前任的縣長 任期八年裡 他就有提過 有沒有提過 有沒有被提過 被被執行被提過 也就是說 我想到這個部分 我現在要講一下金門的事情 可以做參考 我相信我們酒廠 我們相關的人員 跟現在我們相關的人員 都有到過金門去參訪 那我們吸回來的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 對我們有前瞻的產銷 產銷的部分 跟行銷的部分有幫助 那也許這些資料 總經理可以跟經理 都可以去查好得到 那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我過去看了一個報導 大概也在一兩年前 那雷謙上任董事長的時候 大陸 我看到的報導 大陸的行銷的拓點 大的行銷點 就已經有13個行銷點 金門市場 連天當董事長的時候 那他們的 你看看他們的產品有了 我們不知道 我相信我們跟他兄弟縣 這些東西資料都可以 也要得到 包含他們怎麼行銷 我們也都可以 向他們請 那基本上 他們酒的四張裏 幾乎都到七成到八成多 在我們國內市場 所以金、酒 為什麼會能夠奧利群全 這裡面一定有很多 可以讓我們界定 跟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第二部的產能 我建議 就是說能不能夠 在現有的總經理 或經理相關的重要人 你能不能夠成立一個研發處 酒廠 我看你編制裡沒有 能不能夠有一個研發的 這個很重要 那研發的人員夠不夠 我覺得不夠 你現在編制都還沒有足 你編制才 你目前才118個人 我相信在座的議員 跟議會 還有議長這邊 那我們為了我們能夠 提高產能 那是不是 我們將來勢必要 要擴長的話 那一定要快 我們議員現在都很慢 我剛才指的是說 金門都已經 不斷地在擴長 每一年的成長率都很高 我這裡沒有數字 但是我們可以感受得出來 我們議員是不是 也應該有一個相當的 產能的比例 如果他們是130億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目標 多少年多少年 我們是多少億 如果10億 15億 20億 我們這樣來增加 我們這樣的比例 才不會那麼大的選數 那當然擴長是一定要有錢 行銷是一定要有錢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說簡單的事情 提供給做參考 我希望就是說 能給議會 能不能有一個願景 能夠具體的一個措施 能夠訂定那邊 以免啊 有一天啊 又壞了人啊 或者壞了現場啊 或者什麼 因為這次的環境啊 又要變好的人才啊 又不見了等等 那我們能不能夠透過 借助你們現在啊 能有一個規劃的 這個短中長程的 這樣的計劃 能夠啊 把產能來提升啊 如果能夠訂閱 跟願景在那邊啊 跟議會提交報告 我相信啊 能夠透過這樣子的運作 不管任何人 是不是好的政策 我們就可以遵循 任何的現場啊 換人啊 那將來就是 就依照這樣的規準 做一個修正 這是我建議 第二點就是 我要修理的就是 跟產商之間的合作關係 真的 我聽到在座的 這些三家啊 都是我們的鄉親 非常的 這個在自己的崗位上啊 很熟華 很豐富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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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努力的在 為我們賣酒 那我們的酒有沒有問題呢 基本上 總和來講 我們酒是出了一些問題的 已經阿嘉義 阿東也有出一些問題了 那總和來講的話 應該我們的酒質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改變 可以改變 那幾乎都可以經得起考驗 為什麼我們這個 独贏的 我們獨有的 連澎湖都沒有的 那我們馬祖 為什麼不能夠 幫他提醒 我想過去的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追究 由主經理經理 去看資料 過去這麼長 你來幾十年 到你酒場裡面 來來去去 是怎麼回事啊 我相信可以做得 一個很珍貴的參考 我們只看到前章跟未來 那因此呢 產商啊 目前 這個金交章 我們最大的應該是 在我的認知啊 我可能不對了 那釋華 釋華跟我們的產體 有合作關係 為什麼會合作成這個樣子 我是不懂 來磨水教育 我是說為什麼 他的酒不好嗎 他的合約不妥當嗎 還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我們在我們地方的媒體 幾乎很少看到 這應該是公開式的東西 好 那我因此呢 我只是有一些疑惑 為什麼參加了 定論這麼低 但是楊建平 總經理在講 他提酒沒有問題啊 他有這個能力 我也有這個雄心 我敢提 你喝喝酒 很大量的酒 你能不能給我 我先聽啊 跟金交章合作 應該要演繹啊 我建議就是要演繹 應該要跟幾個等級 一個在地的鄉親的區塊 他在地在經營嘛 一個就是金交章 他可能金交章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做很有效的過問 就是說 他可能行銷到台灣市場 行銷到大陸 行銷到國際等等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種 金交章 那如何我們讓每一個階級的 每一個組內不同的區分的金交章 都能剝裂 創造共鳴 包含 進了我們有的很 比較高的稅收的時候 我們地區的福利出師 也會跟著起來 我相信這是 每一位議員 花了那麼多的心思 就是在質詢 他的目的也希望 能夠看到這樣的願景 這是我以上的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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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林郭文 林郭文 林郭文的指導 這個保護一姐 接下來是 那個 我們並有你 那個老闆真的是 可能對我們來有非常的用意 謝謝其他方也有 謝謝 部議長 各位議員 各位那個長官 各位前面大家好 我是並有你的那個屋主 那我來媽祖已經大概十年時間 然後 小弟這邊有一些潛建 來跟大家做 就是做一些報告 那又那個 就是在今天主題上是產能跟行銷 那產能的部分 除了我個人覺得說 就是除了擴廠以外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缺包財 那我是覺得像政府 如果說有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天災或人禍出現的時候 他有什麼開口契約的這種東西 他可以馬上 比如說就 吊開附近的怪獸 或什麼馬上就去處理 那可是當我們包財不夠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 對我們商店來講 也是一種配債 或是一種任務 沒有包財可能有酒 可能 就只能看著酒在那邊不能賣 那是不是有一個馬上 一個開口契約 或一個什麼東西 馬上包財在兩個禮拜 或三個禮拜可以趕出來 而不要經過一個什麼 申請 開標 採購 我玩完酒場之後 我就說那大概要 聽多久 三個月 三個月 就沒有酒賣 我是覺得 這是在包財部分的去做 因為既然說 裡面人員管制 就是說裡面作業的舒適 那是 在這作業的舒適 有一個另外一個解決的方法 可以馬上去把這個 東西生產出來的一個方法 這樣子 那在銷門的部分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像目前酒廠來講 就是產跟銷 他們要做得很分離 又要產又要銷 什麼都要 對 我覺得說 如果說酒廠這邊 有一個 有一個銷的部門 也就是所謂一個行銷 他是專職在做行銷的部分 而不是什麼事情都 都必須要 就是 都是唯有酒廠這邊 來去做主理 就是 去把他做一個分離 那 我覺得在我們這邊 經銷商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 銷的部分如果做得好 他 就是經銷的部分如果做得好 目前 我們酒廠裡面只有 赤華企業 他是有在打廣告的 他是有花錢打發 那我們這麼多的經銷商 說實在 你叫我們去花一兩千萬 去做廣告是不太可能的 那 再來就是 這個廣告部分 就是 我是覺得像金門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酒廠 那我們馬祖酒廠 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先去 copy他一些事情來做 copy他的一些 一些 他的成功的方法 那 我是覺得賺錢 不要怕丟臉 人家會不會罵說 你怎麼去 copy金門酒廠的行銷方式 或是copy他什麼 因為以前台灣也是叫海盜王國 對 也是都魔王之本 所以就罵出來 可是後來台灣經濟起飛 那現在還有一個 也比我們更厲害的就是三代吧 就是 他也是都是copy所有世界各地的成功經驗 那我是覺得我們也可以去copy 金門的一些成功的經驗 那像比如說 像以前有一條歌的 很留意聲音吸走 它本來是一條歌 就像現在變成金門酒廠 只要聽到這條歌 就想到金門酒廠 那我覺得說 那如果說 我覺得說 如果說今天 今天如果說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 比如說我們去copy他 我們就做那個 感恩的心感血友 然後後面就帶馬祖酒廠 你看 那就是 只要他的硝 就是所謂他 他硝的部分就是 你的知名度夠大的時候 其實慘的就會接上去 因為你知名度不夠 大家不知道 就像剛剛有 我們大家前前有討論到就是 他不曉得什麼是馬祖酒 或是什麼東名酒 或是哪一種酒好 對 那如果說 今天我們在硝的部分 有一個 就比如說我們酒廠 能夠幫我們去做這些 知名度的擴展 或是 人家說偷抓機 也要準備一把米 那你沒有這一把米 想要去抓那個機制 我是覺得是有點 有點困難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就是在這個 行銷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 就是跟酒廠的部分 酒廠部分的產跟銷 他現在是一直在管 產的部分 可是當你行銷做不出去的時候 你產再多也換不掉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先把行銷做出來 然後先把知名度打開 當知名度打開的時候 其實客人到我們馬祖來的時候 他就也不用 比如說像電視廣 因為在台灣買酒 大部分就給我們一種 一種就是觀光買酒 另外你就收藏買酒 因為現在那個酒價抓很嚴 所以其實半桌 什麼桌上的酒 已經都變成 變得鏘走的比較多了 你很少會開來的 在台灣的部分 所以在台灣像TDL 就是台酒 他已經開始轉型做觀光 所以他的瓶子幾千種比我們還要多了 幾百種比我們還要多 所以他就是每一種限量五百瓶 一千瓶 就是一直去研發新的瓶子出來做 但是他這樣子做的就是 他的價錢是很低 像他一瓶金箔酒只賣七八百塊錢 但是金門的金箔酒一瓶是六七千塊 等於差價差快十倍的價錢 那如果說我們針對 那金門酒比較針對是收藏 其實這種比較他們很有錢 像有一些大老闆 他們買酒都不收了 一次就是一兩百萬再收藏 就只單種酒而已 那我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自己的銷 那這一個部分是屬於銷的部分 這個銷的部分 我們要把毛主酒定位在什麼樣的地方 是定位在給台灣 我是指台灣地區 因為大陸比較不懂 在台灣地區你是要定位在給觀光客買的 還是說是要給收藏家買的 還是你兩種都要吃 那你兩種都要吃的時候 你的銷就要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今天針對的是什麼樣的客人 然後再去做什麼樣的廣告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這個 拼命的老闆人進行 真的是 感謝你 保護了一點 那是不是 我想今天社發這邊 過分吧 也合作很久了 我們請社發代表 過分一點 保護一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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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 各位湘辛 大家好 我是世華的 88坑道商品部的經理 我叫劉曉雲 那 針對世華這邊跟馬主酒廠的合作 目前 釋華這邊的立場是保持跟馬主酒廠的長期的合作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投資了這塊品牌 目前第13年 中間包含通路跟媒體的一些立場 大概花了四到五億的一個金額 我們才把這個商標變成一個品牌 那 所以 我們 世華這邊的 跟馬主酒廠在 不管在出貨 在流產速度上 品質上 每個月我們未來 就會都有一個固定的產銷協調會 那 在合作上 能夠更 更順暢 更合作很快 那我們 其實我們世華的 通路 是 台灣市場來講的話 算是全通路都有賣 那 包括像711 我們的 產品數大概就有 52-9 包含正向跟選向的商品 那 全家的2800家 我們也都上架了 那 OK 家樂福 大樂芳 這些 全面色 680家 每個通路都有 我們公司的商品 所以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是 希望 酒產這個部分 可以多多利用 世華的通路 做一些 活動 做一些對馬祖教的一個推廣 那其實都是未來可以承作的方向 那另外再 另外再 另外再 剛剛 有前輩一直提到說 行銷的話 它是一定是 容內而外 那當然酒廠 它開 今天開門做生理 就不怕大家來 來飲酒 來買酒 所以我們的能面 服務 當然是一定要先做好 包括像我們的 聽說 包括像現在TDL 它那個服務 是直接生命到 各個店家 他們也從一個官民的 一個 一個角色 轉成完全是 每個服務的角色 所以 其實 我是建議 就是 當我們今天如果說 員工的滿意度不高 當然 我們的對外的 的這個服務 就會 不複佳 那 行銷一定是由 人內而外 就是從 從內部的行銷 然後 創造員工的 向心力 忠誠度 那 創造員工滿意度之後 我們 得到我們對公司的 一個品牌價值 我對這個 對這個馬祖教這個品牌 我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在賣的時候 我就會 表現我的 服務的角色